家庭教育有时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总是说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 字写得不好就要重写 考试要满分 学完画画学钢琴 学跳舞压力山大 江苏省家庭教育现状调研发现 在休息日或假期 孩子参加学习类培训班的比例为 74.98% 比几乎没有参加的 高49.9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48.73%的孩子 每天做家务的时间不足一小时 34.78%的孩子几乎不做家务 12.16%的孩子几乎没有户外运动 13.53%的孩子 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课外运动 调查结果显示 很多家长重置轻德 忽视了孩子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养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.79%的孩子 вообще 跑道对于 adore家务美